大家好,我是东哥 连续下了三四天的雨了 今天终于放晴了 把所有的狗都拿出来晒晒太阳 狗其实要经常晒晒太阳的 尤其是幼犬 像幼犬的话 平时多晒晒太阳有利于它骨骼发育 钙的吸收 如果说这个狗缺钙 你光给它补钙 它不吸收也是没用的 要想促进钙吸收 就让它多晒晒太阳 另外一个呢 如果说狗长期在潮湿阴暗的环境里面 很容易得皮肤病 滋生满虫细菌 所以说狗晒太阳 紫外线能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 还有一个就是像有些狗 它那个鼻头发红的 那个就是黑色素沉积的比较少 多晒太阳 促进它黑色素沉积 另外就是把狗放出来 活动活动 不然的话 你长期关笼子里面对它的骨骼发育 关节发育都没有好处 但是给狗晒太阳也一定要注意 把握好这个时间 冬天的话就无所谓了 因为冬天紫外线比较弱 然后温度也低 这个中午的时候 太阳最好的时候 这个狗也喜欢自己跑到一个暖和的地方 晒太阳 夏天的话如果说 晒太阳就要最好是一早一晚 上午八九点钟啊 下午四五点钟啊 五六点钟啊 那个时候太阳不是最烈的时候 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要给它足够的水 把水放在那里 保证它水分充足 太热的 大夏天三十多度 四十度那种高温 你在大中午的给它蒸到太阳 你再晒 好好的狗都给你晒中熟了 现在家里面的狗现货还是比较多的啊 这一窝大的这个边墓 有四只 四只边墓 两只金边已经钉出去了 还有两只黑白的 另外一只那个大的灰陶阿拉斯加 之前那个视频也说过了啊 有一个客户 订了以后 还没给它发走了 莫名其妙的 就给我发了个消息说 狗它不要了 说那女朋友弄了个猫回家 没有精力在照顾狗了 然后就直接把我拉黑了 这个人也是绝了啊 另外的就是那一窝边墓啦 那一窝小一点的边墓 小一点边墓 今天要打第二针疫苗啊 还有就是一只发豆 发豆也是客户退的 另外的就是一只德木 跟一只萨摩 还有一只金毛 这个都是客户都已经预定了的 德木不是预定的啊 德木是赔给客户的 之前发到广东烧关的一只德木 那只狗我在养殖户那里拿的时候 它就跟我说 它可以包全文细小 包一周 三针疫苗全部都打完了 放心 后来它既然跟我说打完了 我就直接给发走呗 发豆烧关 到人家里面 当天就出现了精神状态不好 然后拉锡的现象 到第三天的时候 越来越严重 后来人家到这个虫医院 一检测 直接是细小 我就找了那个养殖户 因为养殖户给我说了 要包一个星期嘛 然后我给人家客户那边也是包一个星期 一开始这个养殖户还是比较爽快的 直接就说既然出现这种情况 那你到我家里来再抱一只狗走吧 家里面还有 后来我去他家里面抱狗的时候 就跟他聊了一下这个事情 把当时客户发给我的检测的视频啊 就是证据啊 就拿给他看 因为我不能说空口无凭的 就说这只狗得了细小了 人家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对不对 但是那个养殖户看到这只狗 是发到了广东烧关的时候 他就不愿意赔了 因为他说发的太远了 这个路上面狗的应急反应啊 各方面啊 这个不是狗的原因 是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 我说你这个不管我发到什么地方去 是吧 既然你当初说了包一个星期 那么你就要给我包一个星期 不能说我因为我发的远 你就不包了 那当时你也没有跟我说 不能发那么远啊 或者说你 你说发那么远 你就不卖了 你不还是卖给我吗 在那边扯皮也扯了挺长时间 后来也是打了半价 拿了一只狗 所以说这只狗到最后 我还是亏了钱的 因为给客户那边赔一只 然后我这边又花半价买了一只 总的来说吧 你不能养殖户不厚道 我不能给客户那边不厚道 是吧 我答应人家客户的包一个星期 那就肯定给人家抱 现在呢 这只狗就是在我手里面养着 一直养到疫苗 确定的 必须都打完了 一切健康的情况下 客户那边呢 也就是家里面 因为出现之前那只狗的事情 家里面还要撤离个消毒 再过一段时间 把这只狗给它发送 接着就是要打扫卫生 然后全社里面 房间里面消毒 每天其实养狗不是那么容易 每天都是这些事情 打扫卫生的时候 抓了一只大蜈蜈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蜈蚣 这个蜈蚣真的是太大了 估计得十几公分长 拿了个塑料瓶子装进去 别万一跑出来了 把我的狗给咬了 这玩意不知道有没有有毒 这个做中药的 是不是有收这个东西的 大家看一下 这玩意儿能不能卖钱 看看有没有人要的 天气越来越热了 这个犬房里面的蚊虫 苍蝇就越来越多 其实养狗真的不容易 又脏又累 你说赚钱吗 肯定赚钱 不赚钱我干这个干什么 对不对 但是真的赚的是辛苦钱 蚊虫苍蝇到夏天越来越多了 不仅是脏知道吗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东西它这个传播疾病 所以说一定要做好 这个防蚊虫的处理 在网上面买了一堆那个 捕蚊器 给它挂上 一到夏天啊 这个狗的粪便啊 都要马上的及时处理 不处理的话就招很多苍蝇 每到这个时候 我给你我都是都是都是头疼 不知道怎么办 用这个补苍蝇的这个东西吧 或者是那个沾苍蝇板啊 嗯 还有一些喷的一些药啊 我感觉效果都不是很好 你又不能用那种那种就是杀虫剂 很很强的杀虫剂 用杀虫剂的话 你这个狗到处都是还容易造成狗咒毒 所以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啊 防蚊虫的可以跟我说一下啊 我借鉴一下看看这个东西它到底怎么搞 你不说彻底的杜绝蚊虫吗 至少能起到一定的防范作用 能减少一些 像我这边的话 其实说实话 我这个犬舍里面弄的还是比较干净的 真的你要是去一些其他的 我见过太多太多的犬舍 那个真的是不能进人 那个味道啊 那个那个那个脏啊 哎呦 那个狗的狗屎啊 都几个月都不带清理的那种啊 真的是看都没法看 就根本就离老远 你能闻着那个味道 所以说养狗尽量就是选择在开阔的 尽量是远离村庄的 没有人住的那种地方 像我的话就是 因为这个我是老房子里面嘛 这个村庄里面 一定要打扫干净的 不然的话 真的你周围的邻居啊 这些肯定会找过来的 肯定会投诉的 也有很多客户 上我家里面来上门挑狗的 都说我家里面这个环境 虽然说有味道 养狗不可能没有一点味道的 但是相对于其他的一些诠释来说 真的是好很多了 我家里面到处挂的都是这个 补银子的 补苍蝇的这个笼子 今天还要跟九只狗打疫苗 其中有七只边墓 一只萨摩 然后还有一只德木 我每次给狗打疫苗都是要拍视频的啊 拍完视频 然后发给客户看的 然后狗发走的时候呢 要给狗带上疫苗本 从五一开始 新的养犬规定开始实施以后啊 现在对这个狗的管理啊 还是比较严格的 尤其是城市里面 现在养狗都需要办狗证 其实办狗证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啊 需要提供的材料呢 最主要的就是这一个免疫证明 免疫证明呢 那就是一个疫苗本 嗯 疫苗本上面有这个疫苗瓶子啊 上面有那个标签 每次打完针以后 把这个标签撕下来 贴到疫苗本上啊 标注好日期 哪一天打的啊 打了打了几针 比如说三针连苗 一针狂犬 这个是他的免疫证明 打完这些疫苗以后呢 你带着狗带着疫苗 然后到当地的派出所啊 或者是那个城市管理部门啊 有这个专门的机构啊 去办狗证的 这个东西不麻烦啊 有很多客户找到我就说 哎呀 这个狗要办狗证啊 怎么怎么样 能不能办到啊 这个主要还是看你们当地的 犬肢这个养 饲养管理规定 你先把这个政策吃透了 基本上都是很好办的啊 然后这个疫苗本啊 免疫证明那是全国通用的 你不要认为我给你带着这个疫苗本 到你们当地就不能用了啊 是全国通用的 但是有一些的宠物医院啊 他会玩一些什么套路呢 就是说这只狗 我给你发过去以后 你带他去做体检啊 或者是怎么样啊 带到医院里面去 他要要求你重新给他打疫苗 他都说 这个狗在 就是说在卖家那边 他到底有没有给你打 你也不知道 怎么证明啊 这个狗打过疫苗了 虽然他给你带了疫苗本 但是也不能证明 他一定就给你打过疫苗了 你为了狗的健康啊 为了怎么样啊 你还是建议你重新 全部给他打一遍 其实这个东西 怎么说呢 就是 说白了就是赚钱吧 你这个疫苗 其实疫苗的利润很高了 他给狗打三人疫苗 赚不少钱 他肯定想让你重新打一遍 但是你说 打这个东西 对狗有什么影响吗 影响也不是很大 基本上也没什么影响 打不打的 那个就随便你啊 一些客户过来问我 他说 这个狗到底你有没有打过疫苗啊 医生说 不一定打了 你让我再重新打一遍 我说 我给你保证 是打过疫苗的 如果说 你不相信我 你相信 那个医生说的话 那你就再重新给你打 重新给狗打一遍 反正你自己掏钱 这个和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 我这边每次跟狗打疫苗 我都是留证据的 留视频的 客户要看 说问你这个狗打没打疫苗 直接把视频发给他看就行了 另外一个呢 狗发走的时候 我还给你提供疫苗本 如果说这些 你都觉得不能证明 他打了疫苗的话 那你自己可以想一想 嗯 这一针疫苗的成本 是30块钱 另外呢 如果说我不给这只狗打疫苗 我为了省着30块钱 他得了犬蚊或者是细小 这个病毒性的疾病啊 呃 传染了其他的狗 我可能这一 一窝狗 一个犬黄的狗 全部都得遭殃 全部都得死 就跟上次我那个家里面 发生那个细小爆发一样的 那个损失是多大 是几千块钱 一两万块钱的损失 我不可能为了省着30块钱 我造成那么大的损失 所以说你想一想 这个疫苗啊 我肯定会给打 一般的犬舍啊 都会给打 因为他知道这个疫苗的重要性 今天打的这一窝边墓呢 是第二针 第二针疫苗了 第一针疫苗是在养殖户那边打的 这个养殖户我也特别的熟 当时他给狗打疫苗的时候 也是给我拍了视频 然后到我家里面也有差不多10天了 呃 今天给他们打第二针 呃 另外的打了一只萨摩 那只萨摩就是上次得细小的 那一只 呃 虽然说他得过细小治好了 他以后不不再会得细小 因为他得过细小以后 他就有体内有那个抗体了 但是 他还有其他的呢 犬温啊 腹流感啊这些 呃 所以说疫苗还是得给他接着打 另外一个就是 之前刚才说过那个德木了 那个德木 呃 在我这边打完疫苗 再给人家客户发走 因为那个是赔给人家客户的 这窝边墓呢 都是黑白的 只有这一只陨石的 前段时间找我想买编墓的客户挺多的啊 所以说我就找养殖户订了这一窝编墓 嗯 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很难说啊 前段时间那么多人找我想买编墓 我都没有现货 现在我 有现货了 嗯 又没人来买了 真的不好说啊 有时候像这个狗啊 你有工的他要母的 你有母的他要工的啊 你有黑白的他要金色的 你有金色的他要黑白的哎 反正嗯做生意嘛 真的是太难了 我手里面现在有一只灰色的灰桃 阿拉斯加 之前前段时间想买灰桃的人特别特别的多 手里面一直没现货 嗯 其实这个东西你有现货的话就好卖一点 如果没现货 基本上人家说让让人家付定金 你去帮忙找的话 这个大多是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接受啊 嗯 后来那那个 嗯 阿拉斯加拿回来以后不是被退货了吗 然后那个人他莫名其妙了 他就不要了 然后把我拉黑了 嗯 现在我特价处理啊 一直都没有处理到 过了差不多 现在有一个星期了吧 都还没处理掉 他就要什么 要黑色的或者要红色的 他不要灰色的了 其实问的人还是挺多的 但是他就不要这个颜色 麦狗啊 真的是很奇怪了 你像我手里面有边木的时候 他不要边木 他要金毛 要拉不拉多 我手里面有金毛 有拉不拉多的时候 他又不要了 他又要边木 今天还上门给这一只小泰迪打疫苗啊 这个是我爸的一个同事 他在我这边买的 本来也没赚他钱 而且打疫苗呢 都是免费的 嗯 不好说啊 这个熟人的这样子 熟人的生意 其实我都不是太愿意做的 因为你本身不赚钱啊 后期的你要打疫苗了 狗粮了什么东西的 你还要还要送他 还要给他搞 另外一个拿狗 如果说出了什么问题的话 他还得找你 哎 一般我都不愿意做亲戚啊 熟人的这种生意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嗯 请大家帮忙点赞评论啊 掌掌人气